这个菠菜的营养上是特别的高 今天我们用菠菜来做好吃的面食 首先把菠菜清洗干净 洗好后面露出来空空水 洗干净的菠菜去掉根部 切成小段 锅中水开后淋入两滴油 这样焯出来的青菜会更加的水滤 接下来下入菠菜 把菠菜焯水一分钟 把菠菜倒进破壁机 加入250毫升的清水 按果树键直接炸成菠菜汁 500克的面粉中加入5克的酵母 1克的小苏打起到中和作用 这样做出来的面食不会发酸 我们再加一勺白糖促进酵母的发酵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倒入 约260毫升的菠菜汁 先把酵母化开 搅成这种大面絮状 下手揉出一个光滑的面团 面团的软硬程度 像这样就可以 扣上盖水发酵 准备一块肉 先切成厚一点的片 再切小薯条 再切成小肉块 这事要切好后呢 先放到盘中 放开洋葱 先切薯条 再切成洋葱丁 后来呢 我们再来切点胡萝卜丁 锅中倒入油 油热后呢下入肉丁 炒至肉丁变色 肉丁变色后 下入一勺的甜面酱 一勺的黄豆酱 先炒匀 先炒匀 我们一勺加入料酒 十三香 酱油 老抽 炒中的水分炒到差不多时 我们下入十六个串 一勺 盐清冰 翻炒鸡米 这时候呢 我们再加入适量的食盐 少来一点白糖 提鸡鲜 再来点鸡精 提个味儿 再次呢 翻炒均匀 炒至胡萝卜炖盛生后呢 我们淋入铁淀粉 给它勾个馅 这样我们的馅看起来就是粘稠了 包的时候呢 也好包 我们的包子馅就可以出锅了 先把包子馅呢盛到大碗中放凉 50分钟左右 面已经发好了 然后呢撒上一些干面粉 把发好的面呢 揉一揉 排排里面的气体 排好气后呢 直接搓成成条 再切成均匀的剂子 然后呢 我们依次把每个剂子都向你翻转 阿姨阿如圆 把剂子呢擀薄 现在呢开始包包子 盛两勺肉馅 弄到包子皮上 这个肉馅呢多少呢 就凭自己的本事了 能放多一点呢 尽量就放多一点 好嘞 盛贴上抹油 以免粘锅 然后依次摆入包子生坯 醒10分钟后再开火 大火烧开后转中火蒸13分钟 时间到开锅 哇 好漂亮的大包子 这面大包子 好嘞 这是我的手大爷 给你呢 给你筷子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吃包子 阿姨拿大包子行不行 掰一下行吗 哇 这馅儿真好 鲜嫩多汁 好吃吧 妈 好吃 这胡萝卜故意多炒一会儿 就炒可辣会儿哈 吃火包子 嗯 那小猫虫就这么大2块钱一斤 市场啊 市场 大家猫虫今天冬天够吃是吧 就溜籽了 你吃个包子 阿姨还你盛小猫虎 妈咪 先吃 一口 奶抱 哎呀 小脆 我们发 dou个口感